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9月4日 更新几条消息 三个赛季的太阳队非常失败 尽管组建了三巨头阵容 单季后赛首轮却被森林郎横扫出去 这轮系列赛完全出乎了外界的预料 常规赛太阳横扫森林郎 外界也是基本都看好他们 没想到季后赛却反被横扫 太阳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比如没有空外 防守糟糕 以及三巨头无法兼容等等 今年休赛季太阳想寻求改变 奈何三巨头薪资都太高 杜兰特4986万美元 布克505万美元 比尔5020万美元 拥有三名5000万级别的高薪球员 全联盟再也没有像太阳如此豪横的球队 拆散三巨头是行不通的 因为比尔根本没人要 自由市场大门刚开启时 邱曾有报道 春歌队将比尔是为了不良资产 直接堵死了太阳想交易他的想法 所以太阳只能在三巨头的基础上引人 休赛季他们的运作有 一年280万美元签下达米安里 一年280万美元签下蒙特莫里斯 四年4400万美元许悦罗伊斯奥尼尔 一年330万美元签下普拉姆利 一年330万美元签下泰厄斯琼斯 用双相合同签下吉莱斯匹 杰伦布里奇斯和台太华圣顿三人 另外 太阳还选中了瑞安邓恩和一哥达罗舍两位新秀 如此一来 太阳阵容时期人大名单正是出炉了 相比上个赛季 太阳是否变强了 答案是肯定的 他们的最大短白也就是空位得到了解决 太阳斯琼斯 其实很多球迷低估了他的实力 琼斯是15年的第24升位新秀 生涯先后卫森林郎 灰熊和器材效力 上个赛季场均数据为12.0分 2.7篮板7.3助攻 命中率48% 三分球也有41% 琼斯得分稳定 关键是他的组织能力相当出色 这正是太阳最需要的 有琼斯在 三局投终于不用痴迷于单打了 新赛季太阳的战术会合理很多 在得知琼斯加盟后 杜兰特也非常兴奋 死神当时是这么说的 琼斯能够以多种不同的方式 给球队提供帮助 他能够控制球队场上的形势 命中投篮也能够得分 他还可以带领我们发起进攻 太阳新任主教练布登霍尔泽也谈到了琼斯 他表示 很明显 琼斯来这里是为了首发 我们有KD 布克和比尔 我觉得他们很适合共同战斗 这番话很好理解 太阳首发阵容会是琼斯加布克加比尔加 杜兰特加努尔基奇 琼斯负责防守和组织 布克少助点手 比尔无求跑动专注于投篮 不要持球单打 杜兰特专注于得分 做到这些 太阳的战力绝对不容小觑 踢步也还行 毕竟有阿伦这样的汉将 奥克吉 奥尼尔和波尔也都不弱 唯一需要的吐槽的是普拉姆利 上赛季他再快穿各种黄油手 防守又不行 不知太阳为何牵他 另外 太阳新上任的主帅布登霍尔泽也被低估 他曾成功改造了字幕格 并且率领熊鹿拿到过总冠军 布登霍尔泽直角严谨 注重防守 且动得变通 在他的率领下 太阳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比如防守会更好 杜兰特应该也不会像上赛季那样打得特别累 你看看熊鹿 上赛季才调布登霍尔泽后战季没法看了 用水不好 背得用米福斯 如果布登霍尔泽还在 熊鹿实力只会更强 纵上所述 太阳修赛季的一系列运作 除了签下普拉姆利外 其他都挺不错 恭喜杜兰特吧 新赛季太阳冲击总冠军希望大增 另外胡人这边也有消息更新 今日 据名剧Chris Haines报道 胡人用一份训练营合同签下了自由球员乔丹古德温 Haines表示 古德温将参加胡人的训练银河季前赛 常规赛开始前根据其表现在决定是否将合同转正 现年25岁的古德温身高1.91米 体重92千克 在场上司之后 在NBA打了三个赛季 先后效力于奇才 凯阳和辉雄 值得一提的是 上赛季常规赛收官阶段 古德温在对阵胡人的比赛中砍下了23分16 篮板三中攻四抢断的全面数据 古德温是个优缺点明显的球员 优点是有不错的冲框能力 组织本领和抢断意识 还有后卫中杰出的抢板能力 并且古德温的态度十分积极 上了场球不遗余力 是那种能给身边队友带来感染力的球员 缺点是篮子很差 生涯三分命重率仅30.8% 容易让球队在进攻端陷入4打5的局面 总体而言 用一份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的训练营合同签下 古德温颇奖是值得的 一旦打出来的话 将提升胡人的后卫线深度 而古德温的签约 也让目前胡人的名单人数已经达到21人 达到训练营的满源状态 这21人包括了15位常规合同球员 三位双向合同球员和三位签下 Exhibit时训练营合同的球员 陆梅分析称 古德温大概率无法留队 要是古德温在训练营和季前赛发挥出色 胡人需要通过交易或者裁员 才能给他腾出阵容空间 虽然古德温篮板能力突出 但他的投篮是致命短板 不大符合雷迪克的舰队思路 此前雷迪克商人时曾强调要提升球队的三分效率 而今年年初 胡人20年夺贯供需 已经退役的拉加龙多在印第安纳州 因为反交同规则被当地警察拦下 警察在龙多的车上发现了一把枪和一些用于吸毒的用具 随即将龙多送到了监狱 在缴纳了保时金后 龙多被释放 今日 据媒体WDRB报道 龙多已经签下了认罪协议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龙多关于使用毒品用具的指控被取消 最终法院判处龙多两天的监禁和半年的监禁缓刑 从球员时期开始 龙多就是半身半鬼的典型 球场上的太打法灵动挑逸 组织独比赛的能力更是联盟顶尖 但同时龙多的性格太过孤僻和特立独行 时常在场下做出一些不安分的举斗 原以为随着年纪增大 龙多会变得成熟 没想到依旧没有收敛 现在居然还触犯了法律被处罚 着实令人唏嘘 也希望龙多能以以为戒 千万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否则他想在NBA执教的心愿是注定无法实现了 还有今日 美国著名篮球训练师Chris Brickley更新了社交媒体 晒出了一段胡人球员布朗尼詹姆斯跟随其特训的视频 并拍文道 布朗尼绝对比你们想象中的更有技术 视频中布朗尼主要训练着中距离持球跳投能力 长达1分30秒的时间 离所有出手军以空心入网终结 并且出手速度加快 整体发力也更为流畅 很明显 这个秀赛期 布朗尼在训练管服出了很大的努力 对自己的短板投篮进行了大量的训练 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今年的夏季连赛顶着詹姆斯二次光环的布朗尼 并没有达出外界预期的表现 场均得到8.8分3篮板1.2助攻 投篮命中率和三分命中率仅为35%和15.8% 周远让布朗尼承受了外界巨大的争议和诟病 作为一名超级新二代 布朗尼能顶住压力保持足够的上进心 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 或许现在的他还不具备在NBA打长归轮换的实力 但只要把这种拼近和奇迹进取的心态保持住 未来的NBA注定会有布朗尼的一席之地 最后勇士这边 某NBA消息人士接受了媒体Heavy的采访 在采访中他谈到了勇士 这名消息人士说道 从他们已经进行获视图进行的谈话来看 感觉勇士想要做一些大动作 但他们也不想把现有的阵容拆得太散 送走可莱对他们来说似的大动作 但可能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交易规模 他们想在斯蒂芬库里和德雷蒙德格林身边进行补强 但发现这很难实现 接着这名消息人士说道 库里显然还是非常出色的 勇士经常是做一些事情有一段时间了 比如去年交易截止日他们就是图有所行动 我是说 他们一直表现得像是在尝试进行一些重大变革 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会做到 他们是图通过一些交易扭转局面 甚至想拉动多队交易 这些都是复杂的操作 但他们始终没能实现 我认为可莱的交易并不是他们最初设想的那样 金州勇士对希望能在2024年修赛季 继续围绕斯蒂芬库里曲线队 打造一支能竞争总冠军的球队 可是在逝去克莱汤普森和克里斯保罗之后 他们并不被看好 获得巴蒂希尔德 凯尔安德森和德安东尼梅尔顿 属于小修小补 上不了台面 想要夺冠 就必须进行一些重磅交易 而为此 美美菲的V World提议金州勇士对此 欢迎拿下老鹰队的中锋卡佩拉 提升自己的内线进攻威胁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在2024-25赛季具备竞争季后赛的实力 金州勇士对交易获得 克林特卡佩拉 亚特兰大英队交易获得 摩西穆迪 安德鲁维金斯 2026第二轮选秀权 2028年第二轮选秀权 勇士需要跟上NBA重返中锋时代的步伐 拿下卡佩拉 在2023-24赛季 杰克逊奈维斯 德雷蒙德格林和凯文鲁尼文首的金州勇士队内线 几乎在共方两端都被打爆了 面对森林郎 忽人 雪晶和雷霆的进攻 金州勇士队在访手段 几乎被对手玩爆 在过去 他们可以凭借凶悍的非常规防守 限制对手的进攻 但是 在2023-24赛季经历了德雷蒙德格林的连续伤人行为后 联盟也是开始打击这种行为 这让金州勇士队无法再放手段 取得一些优势 卡佩拉上赛季依旧是老鹰队的内线核心 场均11.5分 10.6个篮板和1.5次盖帽 卡佩拉下赛季年满32岁 交易送走他 对于获得更多出场的时间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莫西目的上赛季他场均8.1分 3.0个篮板 他可以成为重建的核心球员之一 安德鲁维基斯场均是3.2分和4.5个篮板 因为家人健康问题 他一直无法专注于赛场 勇士清理掉他是好事 在老鹰队这种半重建的球队 安德鲁维基斯有更多的时间 处理自己的家世 他可以成为重建的核心球员之一 他可以成为重建的核心球员之一 他可以成为重建的核心球员之一